历位纪第十九章 如果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 要使你们所献的蒙月纳 寄生的肉要在你们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 如果有剩下的 到了第三天就要用火烧掉 如果在第三天吃平安祭肉 这祭肉已经成为不洁净 不蒙月纳 那吃祭肉的人要担当自己的罪责 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 那人必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 你们收割庄稼的时候 不可把角落的古物都割进 也不可拾取收割时移下的 不可把你葡萄园的果子都摘进 也不可拾取你葡萄园中掉下的 要把它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外人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偷窃 不可欺骗 不可彼此说谎 不可奉我的名起假事 亵渎你神的名 我是耶和华 不可欺压你的灵舍 也不可抢夺他的东西 故宫的工钱 不可扣留在你那里到早晨 不可咒骂笼子 也不可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 却要敬畏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 你们审判的时候不可行不易 不可偏袒穷人 也不可偏帮有权势的人 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灵舍 你不可在你的族人中到处搬弄是非 也不可危害你的灵舍 我是耶和华 你不可心里恨你的兄弟 因坦诚责备你的灵舍 免得你因他担当罪过 不可报复 也不可向你的族人怀恨 却要爱你的灵舍 好像爱自己 我是耶和华 你们要谨守我的律力 不可使你的牲畜与不同类的交合 在你的田里 不可撒两种不同类的种子 两样料子做成的衣服 你不可穿在身上 如果人与女子同睡交合 而那女子是个卑女 已经许配了人 但还没有赎身 或是还没有得着自由 就应受惩罚 但不可把二人处死 因为卑女还没有得着自由 那人要把她的赎千计 就是一只做赎千计的公棉羊 带到会幕门口 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用那只做赎千计的公棉羊 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所犯的罪赎罪 他所犯的罪必蒙赦免 你们进了那地 栽种了各样可作食物的果树的时候 你们要视初结的果子为不结净 好像未受割礼的人 头三年的果子 你们不可以吃 第四年所结的一切果子 应分别为圣 是做称颂耶和华的贡物 到了第五年 你们才吃树上所结的果子 你们这样做 你们的生产就必增加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吃代血的东西 不可占卜 不可算命 不可剃两边的头发 胡须的周围 也不可刮掉 不可为死人的缘故 割伤你们的身体 也不可在你们的身上赐花纹 我是耶和华 不可入墨你的女儿 使她做娼妓 免得这地淫乱 充满丑恶的事 你们要谨守我的安息日 敬畏我的圣所 我是耶和华 你们不可转向那些 娇诡的 和行法术的 不可求问他们 玷污自己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在白法的人面前 你要起立 要尊敬老年人 又要敬畏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 如果有外人 在你们的地方 与你们一起寄居 你们不可欺负他 与你们一起寄居的外人 要看他 像你们中间的 本地人一样 你要爱他 好像爱自己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 也曾坐过寄居的人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审判的时候 在度、梁、横上 都不可偏差 要用公正的天平 公正的砝码 公正的声斗 公正的容器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就是曾把你们 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那位 你们要谨守 遵行我的一切利力 和一切典章 我是耶和华